今天吃饭的时候 群里面有 几个人 提出来这个打骗子的事情 我们这个群前几天 在我露这个打增红的时候 意见就不太一致 有些人要搞统战 来来来 再搞就倒了 有些人要搞统战 因为统一战线 我以前也提过 尽可能不要去猜这个东西 打唐木桥嘛 也是打骗子 是吧 曾鸿毕竟是个小骗子 我以前在群里说 他是个不入流的小骗子 我也没注意 曾鸿在群里 曾鸿也在我们这个群里 完了以后 就打糖片的这个群 完了曾鸿把 看了以后肯定心里不舒服了 说他不入流的肯定心里有气 就把我给拿黑了 所以前两天 我没憋住 尤其是那个有群有缩 进入这个 林立群 咨询了一下价格 我完了以后说是 什么什么什么 治病啊 什么 熊林啊 乱七八糟一大套 都是三千美金起 我看了一下这个情况 我觉得再不打的话就迟了 小骗子长大就不好打 完了以后我写了这个稿子 修改了几遍 绕过了这个担保人 最终 我有通过原来微信群的群组 这个渠道 把我写的这个稿子 初稿算是 发给吉普本人去确认 吉普的回复是 大的框架没有问题 细节 有不对的地方 我当时回答他 我说没事 毕竟我不是当时人 细节有问题就有问题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个视频出来了 包括我们这个群的群友 扛了整整24个小时 攻击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言辞很锋锐 昨天 到昨天才好一点 昨天才好一点 实际上 我出的这个视频 出来24小时以后 黄柳子跟着出了一个视频 正是跟后援会的两个会训练 切割 那顿时我们的压力就很小 对不对 谁都知道 视频是我先出的 但是曾鸿没有怼过我 原因其实很简单 视频出来以后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都是那些要去打糖啊 完了以后美国的一些民运 这个都挺老 我也答应 只要曾鸿不怼我 绝对不会 最善 没必要 我跟他之间并无私手 他如果说这次不完这个灵力群的事 我还是睁个眼闭个眼过去 毕竟人家挣钱也不容易 他之前有什么问题 包括他金购有什么问题 那都是他自己的事 他拿了绿卡 申请了公民 是不是拿到美国国籍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最起码我知道 他已经递交了这个入籍申请 那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要拿到 其实很简单 灵力群的事如果干起来 他在群里面开始收费 三千美金一位 收起来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而且我基于一个判断 这种东西他玩不长 可能他玩个两次 他就不玩了 如果现在不打他 等他真正把这个收费干起来以后 他干两次不干了 他跟这个扣尾切割了 没怎么办 他说他受农币 你找他赔钱吗 灵力群不是他干的 他只是推荐人 对不对 在自由的世界里面 各种思潮 都是可以存在的 别说美国了 你就是前苏联 可能到现在 他也有人相信这个东西 西方主要国家 不仅言论 宗教 包括一些 与社会无设的这个邪教 都是可以自由活动 他只要不害人 他骗钱 但是有人信他 我们说是骗 那是基于一个大众认知的 这么一个普遍的认知标准 但有些人不是 他是小众 你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有些人 因为车祸昏迷了 陷入昏迷 那么救援人员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扶上担架 给他吸氧 给他输血 对吧 如果快速的话 这是最快的 手术可以到医院做 有的紧急的可能手术在 救护车上 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固定 做一些小的手术 大的手术可能要到医院 但是夜血行输血 这个可能在第一时间就会做 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解救的 到了医院以后 你把他拯救过来了 他第一时间通知他的律师 他要告明 原因很简单 他所信奉的这个教派 就不允许他接受输血 他永远就死 他不输血 你就得赔了 这个事不是一件两件 可能要举例的话会很多 我们不再用这个时间 我只是说一下 为什么要打真红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不想看了一个片子长大 而且我没想把他打死 说老实话 我也打到死 你包括唐木桥也是一样的道理 说我们打唐木桥 是他骗钱也好 干什么也好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他是一个野生的民运活动家 就类似于清末民初的戴季桥和这个居政 可以把他们定位成职业革命家 他们劳革命是对的 他们确实想推翻这个专制的制度 我相信唐木桥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问题来了 主流的这个民运是不认可他的 对吧 可以说他是略气斑斑的一个人 在国内他能提前出狱 能够以假释的方式出来 不是政策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贵 这是定下来的事 我们知道唐木桥在参加学运的过程中 他是红南党员 完了以后呢 中共对这个党员的处理呢 向来是可以放 对老百姓从严 对党员是可以放一放 对吧 只要你认账了 你投降了 党内的处理 是可以减轻处罚的 这很正常 我们也都认可这种事情 全国范围内不是一件两件 尤其像六四这种在全民讨论也好 党内讨论也好 它是有一定的分歧的 有一些杂音的 你比如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参加过六四的 或者说关注过当时发生的政治现状的人 都应该知道北京晚报在北京发行量很大 六四这个事出来的时候 把赵紫阳是定为反党集团的领导 也就是幕后的策划者 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词 叫赵紫阳反党集团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秘书 他的大秘书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这个 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 文家宝 那文家宝其实在19号 5月19号陪同赵紫阳去见这个 学生领袖 学生代表的时候 在人民大会堂对着广场发言的时候 他就已经背叛了赵紫阳 他的立场转变 算是立功吧 那获得了什么呢 他最后当上了政府总理 我们同样也知道另外一个秘书 就是他的文字秘书包同先生 包同先生也是中央委员 他的级别并不低 出事以后怎么办呢 把他关到清晨去了 两个秘书 结局不一样 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六四是一个什么 六四是一个学生运动 它不是一个民族运动 它其实就是一个学潮 所有的六四的学潮领导人 都有民族的倾向 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提出民族的要求 我们所谈的民族就是推荐专制 取消这个一党专制 甚至更开口一点可以说军队国家化 涉及到民族的这些要求 学生代表是没有提出过的 他们本质上 只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自我进化 自我改良 效果怎么样 我们都看到 最后他们对付的是机枪 是坦克 我当时五月二十号戒严 我就离开了北京 我属于那种比较听话的 我路过天津 去了大年 在大年海经政治学院 一个大校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才回家 算是毕业的风声 参加学潮的时候 我也不是这个教授 我那时候在上自考 参加工作了 然后参加自考 但是像我们这些在南大旁听的 都能去参加学院 都能去参加这种活动 包括到了北京以后 我见到更多的是青年工人 市民 说明这个六四 它不完全是一个学生运动 它其实在中国的民主道路上 要把它定位的话 它的位置应该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前面都有一个六四 六四失败了 但是东欧巨变成功了 苏联解体 也实现了 共产主义思潮 在本世纪 上个世纪 应该是蓬勃发展的一个 新的社会思潮 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有多厉害 而是全世界 都在接受这么一种观念 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路 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 西方最终找到的路呢 是通过高福利国家的这种 高水收高福利 来解决 收入两级分化 人民生活幸福的问题 他们其实已经成功了 比较著名的代表 都在表达那些小国家 人家做得确实挺好 因为 其实做得也不错 只是不能对比 你要对比北欧 他们是社会福利 各方面的幸福感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它两级分化还是比较大 你能感觉到社会矛盾 很尖锐 时不常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以苏联为代表的 当时还没有苏联 就是说以俄国为代表的 这帮共产党人 那个时候叫联工 后来叫联工部 对吧 就当时 他们既没有多少人 也没有多少枪 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这个政权呢 其实很简单 一战 没有一战 没有德国对他们的需求 没有德国 避免两线作战的 这个需求 列宁不会带着黄金 带着补强 敢鬼比的 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 能够显示一点 列宁从瑞士 赶回俄国 他是获得了德皇的资助 而且由德国特种兵 沿途保护 回到俄国 据说 途中还带了两个女 一个俄国的 一个法国的 所以你要说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有多么伟大 其实没必要 犯不着 从老底子上来看 就没这个事 只不过大家喜欢 人云亦云啊 以俄传俄而已 没什么东西 他获得政权 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事 没有美国 苏联也成立不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一战的时候 俄国撑不下去 撑不下去了以后 国内首先 发起明辩 所谓的资产阶级 登上了一首台 把沙皇赶下台 赶下台了以后 他们内部 维持的这几个月 西方有很多国家 在对他们取落 甚至有一些经济援助 美国也在其中 他们出现了一些分歧 因为法国 已经没有能力 在提供资金了 而且沙皇一旦下台 前期留下来的债务 怎么归还 这就是个问题 对吧 他要有一个 跟他对接的 一个新政权 能够认可 这些借款 他才能继续 跟你走下去 我们事实上也知道 最终 这笔钱没还 到现在为止 这笔钱也没还 那么好了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 美国财团第一次赶到了 撒红俄国 当时下台之前也好 下台以后也好 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唯独 没有及时地把资金 交付给一个新政权 这就造成了 战线上停滞不前 国际协定 无法完全履行 或者签署新的协定 那么对类 没有足够的资金 来安抚人民 你要知道 一个国家在政权 出现大的变化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现金 是硬通货 而不是本国现金 是外汇 是什么呢 是粮食 他要的稳定社会的 第一要素 是稳定社会的粮食 没有正常的粮食供应 没有一个国家 能扛了下这种巨饼 那么好了 大家都在观望 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财团都在观望 不愿意 事大事地拿出钱来 拿出物资来 那么就导致了 人们又在选择 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 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走出困境 这个时候列明站了出来 他要求进行选举 做了一些承诺 其实他的承诺 没什么用处 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 好了 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选举他们输了 没赢 没赢也没有关系 他手上有一支部队 据说 他这支警卫团里面 中国籍的战士很多 那么完了以后 他利用枪杆子 发起了所谓的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叫政变 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了政权 他获得政权以后 内部 产生了两股思潮 或者说两派 一派呢 是 异国社会主义 这是以斯大林为 典型的这个代表 他是要求先考虑苏联的意义 把苏联建设好 然后再去 向全世界推广 输出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理念 那么完了以后 第二类呢 是 聂林为首的 那么这帮人 他的分歧在哪呢 聂林是要求红旗插变 全世界 他是要求进行 社会主义这种扩张 他要让全世界都能解放 都能获得解放 都要走上这个 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实现人类大同 他更像一个思想家 那么完了以后 你看 中共 在这个前提下 主见 而且从现在的党史资料来看 中共的主见 并不是在南湖的那条破船 而是在陈杜秀的家里 只不过因为 最终他离开了他所创建的这个党 就像乔布斯被他创建的苹果 第一次赶出去的时候一样 而且到此他也没有再回归这个党 所以最后就不宣传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虚假的 美化的 经过美化的 那么好了 你不管他怎么美化 他有一点是很现实的 就是 中国出现这个社会主义思潮 是邻居给我们带来的 是吧 这是我们现在讲的俄罗斯 撒谎俄国 或者说苏联给我们带来的 包括这个 毛泽东访书 招待他的时候 竟然演了一出歌剧叫红音术 红音术这个版本有很多 他起初的版本 甚至是货轮上面的苏联水手 到了中国的码头下来嫖妓 那么跟妓女介绍什么叫共产党 完了以后呢 妓女再介绍给中国的嫖客 中国的嫖客呢 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最后发展壮大 获取政权 是吧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能去研究它 很多东西你不用深究 因为我们不是党史专家 可能今后有些人会去专门研究它 现在我们得到的资料 不可能是完全的 因为你要想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以及创建之初发生的事情 你需要苏联的资料 所谓的联共部的资料 因为联共部同时也保存了 这个 那个 共产国际的一些资料 他们是最权的 短时间内我觉得应该 不太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搞全 是吧 所以研究这个东西 应该是后世历史学家的事情 可能至少 等中共垮台了以后 三十年五十年 才有可能 看到一个全景式的东西 那么好 我们前面谈了这么半天 你中共是怎么来的 包括中共得到政权以后 它中间的这个斗争啊 没办法谈 因为 你想全景式的谈 肯定会出现 没有 而且以我个人的素养 我也没有能力把 这个 错误 发生错误的几率降下来 因为我看的资料并不多 那么我们现在 知道中共夺取政权以后 它做了很多 辩护啊 对史料的修复 各个时期对一些材料的这个删减 你基本上看不到真相 包括前段时间嘛 有朋友跟我提 说那个贼 从 前数年买回来一批档案 免费的给别人去查 他也就着这批档案 做了很多讲座 既混了名又混了钱 还想留一下什么历史地位 我觉得这是很可笑 为什么很可笑 因为前苏联 给你的资料 已经是改过一万遍 前苏联它有一个观念 尤其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 它有一个观念 它要政治正确 你要符合他当时的这个思路 哪怕他十年前说的话 现在没用了 有新的精神了 你就得改 所以前苏联的东西改了很多 改动了很多 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联工部 这个教材啊之类的东西 它都已经修改过数遍了 你不改可以 有别人会去改 你去哪儿呢 你去杰尔日瑞斯基广场 就是克格勃总部 好一点的 有点名望的 你还能去 西伯利亚 说是劳改 名头稍微小一点的 直接就肉体消灭了 没有人是啥 那好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 真的想研究 不是搞血腿的话 你应该在中共倒台以后 30到50年 你放出这么一个时间 时间提前亮了 你才能大致搞清楚 中共的发展变化 因为它有跌 说白了一句话 中共什么时候跟苏联切割了 毛泽东获取政权以后 毛泽东获取政权之前 从来没有切割成功过 一 没有这个想法 第二 没有这个能力 毛泽东建立政权以后 确实切割了 他的切割 原因很简单 斯大明死了 他跟赫鲁晓夫争夺的是 国际供应老大的这么一个地步 他想做老大 他必须得切割 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国际解散 就能切割掉的东西 那么好了 他基本上在位的时候 确实是切割 切割了以后 造成了一些问题 甚至造成了隔壁几个国家 共产党跟中共之间 交往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还涉及到一些调整 讲来讲去 过程也很长 内容有点惊险 甚至呢 不是谬无的问题 他会出现一些曲解 那么我们今天根本谈不了 那我跟 巡友也谈过这个问题 也聊过这个问题 我也基本上 保持了我的这个思路 跟他们也是这样说 但是说归说 罪用不大 今天是怎么谈起来的呢 今天他们觉得我打曾宏 骂曾宏是个骗子 虽然是挺正义的一个事 但是 这个但是就很足形了 但是 我们现在遇到的中国最大的骗子 不是曾宏 甚至也不是唐木桥 那么是谁呢 说习近平是骗子 不太说得过去 因为他有信仰 哪怕是仅仅 凭借着幻觉 他确实有信仰 我们知道骗子 一般都是没有信仰 对吧 有信仰 有幻觉的 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人 那么骗子没有信仰 那我说你就明说吧 你说谁是骗子 那自然而然的 就有一些群友 会提到 郭文贵 我一直很少提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现在骂他的人 跟捧他的人 差不了多少 原先骂他的人不多 捧他的人很多 现在骂他的人和捧他的人 说白了一加一半 只是有些人在心里骂 有些人是骂错 骂他的人呢 多半都是拿了钱的 对吧 有资助 捧他的人 很多都是正常人 都有工作 哪怕生活的艰难一些 但是他们非常希望 中国能够改变 希望通过郭文贵的爆料 甚至给他定了个名字 叫爆料革命 来改变中国现在的独裁 专制 这种名不聊生的现状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两极分化 在历史上都出现过 包括盗卖国家资源 盗窃国库 这些事 历史上都出现过 都不是大事 别说中国人见过 西方人也见过 没有一个社会 在进化的过程中 能够避免掉这个问题 别说中国 两千多年以来的 这个王朝政治了 更是人避免不了 那么他现在就出现 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有人要骂他 现在骂他的人很多 包括一部分 在美国的民运人士 据说最近也要站出来骂他 已经开始造风子 搞了一个名单出来 做一些前期的评估 看看反应怎么样 反应要是很强 可能站出来的人 就会少两个 反应要是不大 站出来的人 可能会越来越多 都是一些相对 比较知名的反共人士 但是很可笑 他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郭文贵这个事件 出来之后 我对他的判断 写得很清楚 2月2号 2月3号 2月4号 2月5号 推文都是很连贯的 我的意识也是很连贯的 他只有两条路 要不就学张静江 捐点钱 甚至参加革命的 要不就学那个 前苏联跑出来 那个俄罗斯跑出来 那个比利索夫斯基 趁着有钱嘛 对不对 多少几个姑娘 空运过来 蹦的一天是一天 我说因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局势 中国的局势 国内的政局 在恶化政治环境 自由的氛围 都是一种令人怀念的 那么就如同 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一样 只有可能 哪天你就被抓回去 对吧 从他爆料开始 包括我在内 没有人不支持他 我可以明确地说 支持他的人 不是一个两个 所有能够正确看待 中国问题的人 都会支持他 因为他在撼动 中共统治的正义性 他整个这次爆料 获益最大的 是地方政府的大员 就如同这个 蒋介石抓韩服局一样 你以开会的名义 把人抓到了 首都啊 或者一个设定的地区 然后把他抓起来枪毙 或者判他长期监禁 这种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 层出不穷 近代比较出名的 就是韩服局 会中抓人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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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